Kovin你好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要向观众介绍一个 大家还不是很熟悉的 布克林的一个社区 过去我们很熟悉的 像Williamsboro Dumbo Dumtown Booking 那个地方的房地产 现在可以说是 真的是发展得非常好 但是在他周边的 一些新的社区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叫Prospect Heights这个社区 其实最近几年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 Prospect Heights也叫展望高地 那它是在展望公园的 北边的一块 这样很小的一个社区 从东到西只有5个block 从南到北10个block 对 展望公园我们知道 这个是布鲁克林 最大的一个公园 对 而且大家都知道 如果房产很挨进一个大公园 这个房产的增值的潜力就很大 非常的大 它其实是属于疫情受益区 怎么说 展望公园它的设计师 和曼哈顿的中央公园的设计师 是同样的两位设计师 Frederick和Calvert 公园的内部的设计 其实也是很相似的 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自然资源 在纽约市 然后在这个展望公园的最北边 有一个大名鼎鼎的 Grand Army Plaza 这个地方曾经是美国历史上独立战争的第一场战役的发生地 长岛战役的发生地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那当时的设计师 Frederick和Calvert 他们在那个地方设计了一个拱门 把它作为进入展望公园的大门 然后这个地方到现在 周围还有这个 Brooklyn Public Library 很大的一个公共图书馆 以及Brooklyn Museum 这个就相当于 曼哈顿的这个Metropolitan Museum 很大的一个很有名的博物馆 里面经常有很特殊的展览 还有Botanical Garden Brooklyn Botanical Garden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 每一年的樱花节 春天的时候 都会吸引到大量的游客 到这边来 对 所以说这个公园 其实是提供了非常丰富的 这种娱乐文化的一个设施 是一个人文气息非常浓厚 又有文化底蕴的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展望高地的边上 所以你住在展望高地任何一个区域 走到那个地方去 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到公园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地方 就是提供了非常丰富的 这样的一种社区的这种配套的设施 对不对 而且你刚才也提到 其实这边的购物也很方便 是不是这边也有一些农贸市场 像这样子非常新鲜的一个市场 Every Saturday 每个周六 在Grand Army Plaza 就有一个农贸集市 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钟 对 那个地方也是网红拍照的打卡地 对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其实这种生活场景 大家过去以为只有在马哈顿才有 但实际上在布伍克林的展望高地这个社区 就可以享受得到 对 那展望公园 北边的这一块地 展望高地 它顾名思义 它是地势非常的高 所以这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它的交通非常的便利 我们在西边有这个六条地铁线路 BQ2345 那最快到马哈顿只需要15分钟 所以的话很多在马哈顿工作的年轻白领 也会选择居住在这个地方 对 比如说BQ B是可以到上西区 马哈顿的西边 Q可以到上东区马哈顿的东边 45号线也是马哈顿的东边 23号线是马哈顿的西边 所以不管你在马哈顿哪一个地方上班 住在展望高地 你都能够很这个方便的到达 对 而且最快的应该到达马哈顿 很多都是快线 对 应该在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中长 上东上线 是我刚刚来的时候 其实是坐的C train 在展望高地的北边 在Falton Street 还有C train 所以地铁线路就非常的多 有七条可以选择 对 展望高地实际上它的周边 都是一些相对已经比较成熟的社区了 对 对不对 那这些成熟的社区 房价也高 租金也高 人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往展望高地 这边来寻找新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增长点 对 对不对 你像它最左边是Park Slope 这个在纽约都是非常大名鼎鼎的社区 有人把这个社区Park Slope 叫做布鲁克林的上东区 学区非常的好 很多family住在那 然后它的北边 东边有Fort Green和Clinton Hill 这两个社区也是New Yorker很有名气的这个社区 Fort Green的话它本身有一个Fort Green Park 围绕着这个公园周围也是非常宜居的 那Clinton Hill呢有名牌大学Pratt Institute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社区它也发展的非常的好 东边是Crown Heights Crown Heights也叫The Crown of Brooklyn 那近年来房价租金非常的这个往上升 也是一个在快速的贵族化 绅士化的这样的一个社区 对 而且我们知道展望高地 实际上去Downtown Brooklyn是非常近的 只有一站的这样一个车程的一个距离 甚至走路就可以走得到 对不对 那Downtown Brooklyn最近几年也是房价一路在飙升 所以现在变成是展望高地这个小小的一个社区 就变成脱颖而出了 你刚才说它受益于疫情 你们具体解释一下 它怎么受益于疫情的原因 大家都往这个地方办了 因为它离这个公园很近 那在疫情期间 其实有很多人都向往有一个 可以去室外活动的这么一个区域 那在疫情期间有很多 有私人的户外空间的这种 private outdoor space的apartment 就卖得很好 租得很好 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大的公园 我自己也是在疫情期间 搬到了中央公园的西边 也就是冲着公园去的 对 因为大家觉得是没办法整天待在一个小公园里边 对对对 有一个户外的 能够吸清清空气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 因为在city里面生活 我们不可能像郊区一样住大house 有前院后院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公园在家的附近 那就是一个非常luxury的amenity 对 那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展望高地 在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区 什么样的状态 那最近几年是变成什么样一个新兴的社区 有什么样的人会更多的搬到这儿了 展望高地之前其实就一直是一个居住的一个residential的area 那最早的时候有很多的brownstone 你现在走在展望高地的neighborhood 你还能看到很多是19世纪晚期 1890年代以后修建的这些很漂亮的brownstone townhouse 那在纽约市一般来讲 标准的就是20乘100这样的一个地块 但是在prospect heights这边 甚至你能找到130英尺深的这种地块 非常的大 一般都有四层高 我昨天还上网查 就是附近有没有townhouse 因为我有客人在找townhouse 那现在的房源是非常的稀缺 在这边一共就只有两三座 过去来说的话 它这边是一个以这种townhouse为主的这样一个居住社区 那最近几年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建案慢慢的关进了 新的condo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550 Vanderbilt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新的new luxury condo building 那现在这种新的公寓的这种兴起 是不是也意味着有一些新兴的人类 或者新兴的一些居民要往这个地方搬迁了 对 是 有很多在曼哈顿工作的白领 以及在布鲁克林 比如说Downtown Brooklyn 有这个NYU 还有在Clinton Hill 有Pratt Institute 一些学生也会选择居住在这里 对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房子 其实我刚刚有一个租客搬走 他其实就是在Downtown Manhattan工作的一个young professional 因为住在这个地方 你刚才提到交通实际上是非常便利的 对不对 如果去曼哈顿可能15分钟左右 就可以到达曼哈顿下城和中城 而且这个区域它很有生活气息 像我们所在的Vanderbilt Boulevard 整一条它是一个mainstrip 有很多很多的世界各国的美食 咖啡店 面包店 各个商店 supermarket 所以生活的机能非常的丰富 再加上便利的交通 所以它吸引到很多高质量的住客 还有买家人群 对 因为很多人往一个社区来搬 他很关注周围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些生活方式给他们 对不对 你刚才提到这个餐馆啊 这个便利店啊 超市啊 这个很丰富 对 我也想到其实就在它的不远处 就有一个巴克利体育中心 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项目的其中之一的一个项目 那Pacific Park 我把它翻译成太平洋公园 是一个mega project 在纽约 哦 你说是一个纽约市政府的一个新的开发案 对不对 一个开发案 叫Pacific Park 对 它大概是从2010年的开始 纽约市政府扶植来开发这个社区 那它这个项目整个除了巴克莱体育中心以外 还有17座新楼盘 所以那对这个社区的面貌将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对 那现在为止已经有6座楼盘 已经盖好了 包括咱们这一座 那还有将来的13年 还会有11座新楼盘陆续的推向市场 所以呢 可以预见的是将来更多的这个新兴的这些居民 会到这个新兴的社区来 会是一个非常的兴旺 高端的一个新社区 它还会有很多这个公园 dog around 还有最重要的retail space 因为一个社区的成长和发展 不能是只是你光盖房子 你还得有商业 那将来它有很多retail的进驻 就会把很多business吸引进来 那商业的繁荣就会带动住宅市场的发展 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展望高地 我们也预计到未来会有更多的新建案是进来的 对那今天最主要就是我们要分析一下 这个社区的一个整个房地产的一个状况 这个展望高地最近几年这个房产变化非常大 所以这种变化能不能从数据上面能够得到反应 那根据纽约的权威地产网站Property Shark的数据显示呢 最近的一个季度 它的房价中位数上涨了15% 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增值 整个布鲁克林在过去12个月 也就是1%的增值中位数 所以它一直独秀 最近的一个季度 2021年第四季度 展望高地的房价中位数已经达到了99万 对比year over year 在它一年前上涨了15% 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升值 那整个布鲁克林的话 其实只增长了1% 所以这个地方 它的performance是远远高于overall market 然后它的现在的每平尺中位价 已经来到了1278 当然我们因为库存很低 所以它year over year 它的这个sales volume 其实是往下掉了33%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房源 在市场上供应 对 现在的供应量是非常的低 而且呢 这个趋势我自己可以predict 可能会到今年的第三季度持续的 你刚才提到了 最近几年它整个一个房价 这个增长的还是很快的 超过了布鲁克林的一个平均的水平 那能不能说一下就是在过去 如果说是公寓类型的房价来讲 如果在五年前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那么现在来讲 它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五年前的时候 这个地方还没有什么新建案 都是一些小规模的一些building townhouse 所以像这种社区 它如果房价要上升 是非常easy的 对 而且它呢没有说 这个地方没有 你没有看到什么重幅楼啊这些 对 所以它是非常容易被gentrify 把这个价格提高的这么一个区域 对 那我们今天就有重点来说一下 因为以550 Vanderbilt为代表的 它可能是未来这个社区的一个指标 对不对 那这550 Vanderbilt 它是一个在什么样一个状况下 建起来的一个新的公寓 是不是它也是属于政府的一个大的开发案的 其中的一部分 对 对 它是我刚刚有说这个Pacific Park 它除了有Barclay Center Barclay Center是纽约的NBA球队 Brooklyn Nets的主场 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的场所 文艺演出大型的会议都在那举办 那通过它也吸引到很多的其他的商家 进驻到附近的周围 然后振多的商家又带动更多的居民 到这个地方来租房买房 所以它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这么一个带动的关系 吸引就是不断的吸引到更多的人搬到这来 对 那550 Vanderbilt是在哪一年建成的 它是什么样一个规模 它的建成是2017年 而且它当时拿到了25年的地税减免 这在纽约是非常难得的 有这么长时间的地税减免 所以你像我现在代理的这一套 一房一厅 它每个月的地税才70块钱 但它的租金可以说到3800块钱 所以是非常丰厚的一个投资汇报 对 那整个这个大楼来讲的话 它总共是多大的一个体量 然后提供什么样的一些设施 它一共有278户 然后设施非常的豪华 是曼哈顿级别的 24小时门卫管家服务 健身房 高档的会所 会所里面还有个fireplace 然后还有这个室外的楼顶露台 library 然后children's playroom 它自己有一个这个私人的花园 它整个building 如果你从上空往下看 它是像一个聚宝盆那样的形状 中间就是花园和水池 所以从风水上 我觉得它可能也是有运用到一些 对 你该提到了 就是它的地税 还有25年的这个减免 这是非常吸引人的 那从它的房价的这个水平来看的话 你觉得它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线上 现在我们这间房的要价是98万 然后它这个每个月的物业费是767 但地税只有70块钱 所以那你如果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讲的话 那你每个月净赚 差不多还能收3000块钱到你的口袋里面 所以那是非常好的一个return 我算过它的cap rate大概是3.63 如果是按照这个asking price来卖的话 都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 就在整个纽约市condo market 已经是非常好的performance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展望 这个高地这么一个社区 实际上非常让人吸引的 就是这个社区其实是不是很大的一个社区 所以从房地产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也意味着未来的竞争也不是太激烈 对不对 所以现在市场上来讲 可供购买的房源 非常少 如果你上网search一下 现在整个prospect heights 在市场上不超过30多套 只有30 一二这样子 对 你刚才也提到就是投资人 他会选择一个区域去投资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整个的租赁市场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调查 对 租赁的这个租金是非常高的 现在的中位数studio已经到2985 接近3000了 一房一厅中位数租金3800 对 哇 那实际上这个租金的一个水平 其实和那些热门的所谓热门的区域 已经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Duntown Brooklyn 这些很接近了他们的租金的状况 对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丰富的生活机能 超市餐馆 咖啡店 酒吧 这些都是年轻人 Young Professional 很喜欢的 对 而且他又保留着过去 你讲的一些townhouse的这样的一些纽约很有特色的 这样的一个社区的面貌 对 你走在这些townhouse一排排的这种街道上 就你会感觉到 哇 我是住在Brooklyn 风景如画的这种感觉 好 那如果作为一个投资人 如果想在Brooklyn寻找投资的机会来说的话 那么这几个热门一个社区 你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比较 以你个人的这个经验 你会怎么样选择 比如说Duntown Brooklyn Park Slow 我们今天的展望高地 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投资人 或者说他可以达到不同的什么样一种投资的目的 我觉得投资的话你要想你要什么 你是要赚现金流 还是要赚升值 那对于我自己代理的这一套房屋来讲 我觉得就是一个cash cow 它就是赚现金流 因为它有一个25年的地税减免 每个月的地税才70块钱 这个在整个纽约市都不常见了 非常少了 因为在2017年以后 其实纽约市就已经把这个421A 这个政府补助的这个优惠政策 已经给它cancel掉了 所以2017年以后批准的一些新楼盘 都没有再拿到这个优惠 那这个楼盘现在还有20年剩下来 所以投资上来讲是非常的 这个cash flow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相信将来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增长的空间 Kevin你觉得整个展望高地 现在成为一个非常矚目的一个社区 那你觉得在这个社区里面 是会吸引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在这边居住 那么它又会提供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的这种享受 给这些居住者 对 这个区域吸引到的大部分人都是young professional 而且是收入非常高的 那在我的客户群里面 有一些人一听到布鲁克林还会有一点害怕 就问我布鲁克林是不是很危险啊 其实他们根本对这个社区一点都不了解 你如果自己走路到这边来看一看 已经是跟十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 住在这的人其实收入教育程度都是非常高的 你像我代理的这一套房 现在的租金已经到了3800块钱每个月 楼上甚至有租到4000块钱的 那在这个楼里面租房 他对租客的要求是你的年收入必须要是月租金的40倍 那你想想你要租个4000块钱一个月 你的年收入必须要有16万 所以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收入水平 所以住在这的人他绝对是高支高收入的 而且呢 这个社区他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他已经非常的多元化 很多个不同的族域都居住在这儿 而且他还有我忘了说 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全 他是在整个纽约市最安全 犯罪率最低的一个社区 我有看过这个数据 他的crime rate是lower than national crime rate 71% 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要低 71% 所以是非常安全 犯罪率非常低的这么一个地方 非常安全 对 那你刚才也提到住在这个地方 其实很多元化 是不是在享受生活方面 是不是也提供了很多元化的选择 体现在美食 比如说我们外面这个Vanderbilt Avenue Vanderbilt的这个名字就是来源于 当年的那个美国首富 Vanderbilt家族吗 那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条大道上 有非常多的世界美食 包括有中餐 日餐 泰餐 韩国餐 还有甚至素食主义者的vegetarian restaurant 都有在这 然后超市 虽然没有像这种大的commercial的 像whole foods啊这些 但是它都是neighborhood的这种market 像我刚刚有去union market 有去food town market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对 实际上我也想到就是展望高地 所以实际上它不行就可以到 我们该你该提到了 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连锁超市 对不对 像whole food啊像苹果店啊 实际上都是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达的地方 在barclays center那边 对就有了 Kevin你刚才也提到就是townhouse 这个townhouse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投资人 或者买家喜欢寻找这样一种townhouse 但我知道在曼哈顿其实已经是很难找到了 而且价格都起高 对 所以应该提到在这个地方来讲 其实是有很丰富的这些townhouse的资源 对 那它的价格是什么呀 townhouse现在也不便宜了 在这个市场在展望高地 现在我看到市场上大概有两三座在买 起价也有400万以上 豪华 对 但是它面积非常的大 至少都有3000多平尺 300040005000平尺这样子 对 但是现在更多人可能是希望能够找到 这个设施非常丰富的 然后居住起来也非常方便的 豪华的新公寓 对豪华的新公寓 那豪华新公寓的这一类的市场 你观察过去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现在的一房一厅 它的中位价已经是87万5 然后两居室是125万中位价 那这样的一个价格你认为在整个不武克林一些热门的社区来讲的话 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还是有竞争力的 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你如果说你对比像Dumbo 像Williamsburg那些地方 那一房一厅都有100万以上 对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还是100万以下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空间 对 而且他们实际上的地位位置非常的相近 对不对 对 而且这个区域非常的安静 安全安静 你如果说你住在Dumbo 其实你知道Dumbo有两个很大的桥 对吧 你可能开了窗你就是听噪音 但是这个地方 你看我代理的这个房子 你开了窗是看庭院 没有任何街道的噪音 对 所以非常的宜居 对 你怎么预测未来这个展望高地 他今后的地产的发展的情景 我相信他还会一直的再继续再往上升 我对这一片社区是非常的看好 因为它靠着公园 那在曼哈顿有中央公园南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中央公园南现在是 整个曼哈顿最贵的 最贵的区域 Billionaires Road就在中央公园南 那在布鲁克林 我觉得展望公园北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展望高地 可能就会是像将来曼哈顿的中央公园南 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 因为靠近公园 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个Mega Project Pacific Park来推动它 那会吸引到更多的高质量的 可能是最有钱的人 到这边来投资之夜 对 因为确实像你讲的 就是在这个展望公园的西边 这个Parks Road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对不对 那个地方来说的话 这个房价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一个高度了 对 那现在大家又喜欢有公园 同时社区又比较良好的 居住环境比较好的 确实可能展望高地 是一个选择 是 关键它也离曼哈顿近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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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